工人正用铲子将黄桃和细菌混合在一起进行发酵 这是黄桃口味的酸奶的原料 同时准备的还有草莓口味 树莓口味 罗勒莓口味 工人往搅拌桶里添加三种不同的糖分 随着水与糖分的融合 工人开始倒入一定的食品添加剂 食用色素 倒入大量的蔗糖与葡萄糖 再注入已经水解过的牛奶 再倒入大量的粉末 如果需要制作全汁的牛奶 工人需要添加奶油进入酸奶中 如果制造的是低脂酸奶或者无脂酸奶 酸奶只需要去除牛奶 这个桶里放的都是牛奶泡泡 可以用于咖啡店的牛奶打泡 这些牛奶混合物 可以添加两倍的奶油 在华氏165摄氏度的高温下 巴氏杀菌可以去除内部的有害细菌 这些菌制机可以帮助酸奶搅拌均匀 这个大罐子是发酵管 工人往里面放一定的酵母 酸奶会在里面开始它的美梦之旅 只需要睡上6到10个小时 酸奶就可以制作完成 工厂的包装纸正在推动着前进 不一会儿热速的工艺 会给酸奶盒穿上一层美丽的衣服 再经过下一道酸奶挤压器 等量的酸奶会批量地注入到小盒子内 酸奶的顶盖塑料 通过热速工艺会全部拼接到盒子上 在下一道裁切程序里 它们迅速地被切割成6个一组的酸奶盒